越南这个国家自古以来,就有着侵略其他国家扩大自身疆域的急性。 近近代以来,越南因为综合实力比较弱小,遭到了很多西方列强的侵略,后来因为主书两国的大理之时,越南终于被托侵略者,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和稳定的生活环境。 然而越南并没有珍惜,这个来之不易机会,它为了获得更多土地和资源,很快又走到了穷兵独武,对外扩张的道路。 在这个过程中,越南陆续侵犯了老窝,柬埔寨的国家,在亚洲境内惹出了很多事。 多当时中国虽然是越南的恩人,但是也遭到了毒手。 越南已经将自己的地雷和武器送到了中国境内,大量的掠夺中国的财富。 在燕竞地区造成了很多骚乱,我国外多次警告无效的情况下,决定对越南进行战略反击,用战争的方式让它彻底老实下来。 当时的越南虽然跟苏联签署一个友好条约,但是因为苏联本身也处于混乱状态,所以在战争爆发时,没有及时出兵帮助越南。 在一对一较量的情况下,我军进而易举的又打败了越南,只用了短短20多分的时间,就获得了战争的最终胜利。 对越反击战爆发时,我国已经组建了空军队伍,为什么不出动空军进行战略轰炸呢? 有四条制约因素,让我国的空军没有办法及时出动。 第一个因素是越南竟没有很多高山密林,适合进行空军轰炸。 第二个原因是越南的对空经验比较丰富,而且还拥有苏联防空支持。 第三个因素是,如果中国派出空军作战的话,有可能会导致战争升级,引发更大的矛盾冲突,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,并给国际舆论对于中国很不利。 第四个因素是,当时我国空军子舰比较晚,还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军事体系。 如果贸然将空军队出去进行作战的话,肯定会有一定的人员伤亡,国家考虑种种情况,最终决定制派遣陆军参战,跟越南的军队打地面战。 从结果来看,我国虽然保留了空军力量,但是只凭着陆军的实力,也能轻松打败越南。 让这个野心勃勃家伙,彻底老实下来。